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耳朵小姐 请听到广播后 速到一楼服务台 和你走散的男朋友 叶淑薇先生正在等候 在哪里啊 新美城 知道了 好 我来考考你啊 嗯 致齿的日语怎么说 我知道 欧亚希拉兹 欧亚希拉兹 嗯 那你知道这是怎么来的吗 没学过 其实呢 智齿跟其他的牙齿不一样 他大多数是在成年之后才长起来的 然后父母亲都不知道 所以叫做亲不知 看来是因为我要离开爸妈了 所以长智齿了 我跟你说这个意思 只是跟你说 这是背单词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是 是 贝尔多老师 妈妈 你在哥哥哥是找不到妈妈吗 哪个哥哥呀 嗯 嗯 对呀 下次 可不可以找不到妈妈 也要像那个哥哥一样 在那里等着不能乱跑知道吗 知道 嗯 好 哎 老师 你知道 智齿的韩语是什么吗 我看过一个韩国电影 他们把智齿叫爱情齿 长智齿 就说明你遇到了爱情 是不是很浪漫 嗯 浪漫 不愧是你倒万千上午的韩剧哦 松起来真的是 不要不要的 话说你们男生也看 看韩剧啊 还不是你们女生 姐姐 我爸 我爸 那你就快去学学人家男主啊 我爸 以后你身边就有一群小姑娘 我爸 我爸 你好 你好先生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那个 我手机没电了 找不到我朋友 好的 请问您朋友的名字和性别 贝尔多 女 你们是什么关系 女朋友 那好 请在这边先稍等一下 嗯 谢谢 我觉得也差不多要走了 打包吧 服务员 打包 我怎么打包呢 亲爱的顾客朋友们 晚上好 现在播报一则寻人启示 贝尔多小姐 请听到广播后 速到一楼服务台 和您走散的男朋友 叶淑薇先生正在等候 贝尔多小姐 请速到一楼服务台 不是不是 和您走散的男朋友 我先走了啊 走了啊 亲爱的顾客朋友们 晚上好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路过接你 接我 嗯 那你找人的方式 还挺特别的 哦 是吧 不 Protest 你 没关系 交给他